日本加强对出口韩国的半导体材料的管控引发两国贸易摩擦 据韩联社报道 韩日两国将于今天下午在东京举行工作层磋商 这也是日本政府本月初宣布 将对出口韩国的半导体产业原材料加强审查与管控以来 两国政府代表的首次会议 据悉 按照安排 今天的磋商将由双方克长及官员与会 韩联社报道称 韩国政府一直要求举行局长级磋商 但日方态度消极 接下来 韩方还将继续推进两国更高级别官员会晤 日本政府宣布对韩限制出口部分高科技产品的消息 让韩国的支柱产业 半导体行业陷入担忧 虽然目前来看影响还不是很大 但韩国担心限制出口政策长期化 势必会影响整个行业的发展 如何续介绍 目前韩国企业正在积极寻求 从中国等市场获得所需的产品供应 保障生产正常进行 韩国的国际商ower主义 机 mirror 国际商業 Gu幕 现在的社會所发展 crucial目的活性 unplug dried 国际商業源 非常感 Bat могу 两个例情境 中議计划 感谢观看